尤麻地廟街發生非法禁錮案 兩名分別38歲及47歲的太籍女子 早前透過社交平台Facebook 認識一名年約60歲的香港女子 對方聲稱可以安排工作簽證 來到香港做按摩師賺錢 二人星期二晚抵港 立即被通知乘搭的士 去到尤麻地上海街及寧波街的郊街落車 然後被一名50歲姓燕的女子 帶到尤麻地廟街一個閣樓的單位 兩位事主不如有渣被禁錮在單位裏 有人聲稱他們必須透過工作 以底償房租才可以離開 安排他們接客賣任 二人拒絕 並向泰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尋求協助 警方星期三接報 趕到閣樓單位找到兩位事主 並在附近接獲燕府 以涉嫌非法禁錮將他拘捕 案件交由由尖警區影視調查隊第一隊調查 而本網記者星期四中午 運到曾經禁錮兩位事主的角樓單位 單位門所被叫位 單位內至少有四個細小房間 紫色燈光 擺放著一張簡單的床 皮單和枕頭 大廳擺放一個裝模毛巾的櫃 看環境像是色情加暴 大廳擺放一個裝模模巾的 尖書 我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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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